很重耶 志工抬着洗手台 穿过泥泞树林来到爱山的家 在摇摇欲坠的木架上洗碗 看了让人心惊胆战 屋里有了洗手台 装上水管 把自来水引入屋内 让行动不便的爱山 少了一份危险 多了一份方便 我们还没有做这个时候 有问过他 因为他不喜欢有新的东西 然后我就用那些人丢了的环保 拿来做跟那些木旧木 来把它做成一个 比较方便给他用 一个洗手盆 看着自来水从水喉流出 不善表达的爱山开心地笑了笑 爱山因为脑流失去工作能力 靠着政府和慈祭的补助过活 生活简朴却坚持每月捐出十令吉 护持慈祭 并且攒下政府补助金捐作慈善 援助医疗防疫 善良的心让生命更有价值 病苦无常 慈祭志工二十年陪伴 长情大爱一直都在 大爱新闻 曾律时 徐宝平 马来西亚报道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